关心新竹发生了这一起虐童案件 看了令人相当的不舍 17岁的彭信小妈妈 丢掉才2岁 还有一岁的小孩不管 托夫家的舅舅帮忙照顾 但9天之后 两个小孩多处遇伤 一死一命为 小兄妹的身体干扁 非常离谱的是 托人照顾的这9天里面 小兄妹的舅公竟然只为他们吃了4次面包 哥哥全身是伤 而且皮包骨不到10公斤 小妹妹这女童身上 疑似有小孩的齿痕 怀疑是哥哥真的是饿到受不了才咬他 令人心疼 小孩子吗 折头不说一句话 17岁彭信女子快步进入少年法庭 为什么自己出去玩 为什么要练到小朋友 原本刚在家中照顾孩子的彭信女子 北上9天后返家发现 受多舅舅照顾的两个孩子 全身瘀青倒地奄奄一息 舅舅一度抱起全身冰冷的男童 想要送医 最后却是放回客厅 而彭信女子带着女儿搭乘朋友坐车前往医院 就是听说她有下跪跟她妈妈说 她很久没有与她失败 小兄妹一死一命回 检查官相应两岁男童 发现她全身是伤 而且皮包骨 只有9公斤重 跟正常男童的12公斤差距很大 而一岁的妹妹因为长期缺水胜衰竭 急救后还没脱离险境 救护人员透露 女童身上疑似有小孩齿痕 怀疑是哥哥饿到受不了 才会咬她让人实在心疼 小兄妹的身上多出瘀青 看了让人不忍 而9天当中 舅舅只为了他们吃了4次面包 还没给水喝 但舅舅跟小妈妈应训时全部翻供 坚持没有虐待小孩 检查官训言后将舅舅生压获准 17岁的小妈妈因为未成年才定收容 记者综合报道